人情話題來看到 教育部性別平等教育記刊 近日在臉書上分享了幾項常見的食材 分別是儲女時銀 大陸妹還有美人腿等 這些食材都是以女性相關的文字命名 帶有性別歧視意味 因此建議 如果能用其他的稱呼會更好 像是儲女時銀可以改叫做幼母時銀 大陸妹改稱叫做浮山蝸居 從食材的名稱開始 慢慢消除社會中的性別歧視 老闆請問怎麼賣 一早民眾來市場買菜詢問價格 這是很多人的日常 不過部分食材的名稱念起來 有民眾發現似乎有點性別歧視 大菠菜就是東歐啦 台灣本來大家都習慣用語啦 也不會說什麼性別歧視 男生的腿也可以是白的 然後細長的 所以我覺得美人腿可能會有一點 就是可能刻板印象 那是老一代的觀念啦 很富全 更名吧 從小就是大陸妹嘛 我覺得是想太多了啦 民眾看法不同 近期教育部性別平等教育紀刊發文表示 有些食材名稱是以女性相關的文字來取名 而有些則是帶著性別迷思 像是處女巡 指的是沒有交配過的雌親蟹 應該用生長階段的狀態來取名 比較妥當 可以改為幼母巡 而餐桌上常見的青菜大陸妹 則建議改叫浮山蝸居 另外美人腿以潔白外型比擬成女人的腿 如果改成膠白筍更好 還有帕博彩這個蔡明影射過去社會家庭性別分工情形 建議可改叫同好 不過改了名稱就能消除性別歧視嗎 民間的用法文化的俚語在日常生活都是 也不是只有蔡明而已 我覺得是提醒大家自己可以去覺察 有一些語言會展現我們的價值觀 那那些價值觀也該改了 專家還舉例除了食材名稱 還有部分成語俗諺等也都帶有性別意識 例如婆婆媽媽拋頭露面 醜媳婦見公婆等 如果大家互相提醒 就能從小地方開始逐漸改善 消除迷思 界六據黃明勝台北報導 黃敬培 黃敬敬 include